大家好,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全世界在当前的半导体晶片制造领域,台积电不论是产能、营收还是技术水平都是无可争议的第一,晶片一哥,实至名归。 事实上,三季度的半导体厂商排名中,汇达以467亿美元的规模位列第一,台积电331亿美元位列第二,三星半导体部分则是232亿美元,SK、海力士、博通。 英特尔分别是181亿美元、160亿美元及137亿美元,规模都大幅低于台积电。 由此可见,汇达的营收及利润率是唯一能超过台积电的,这点上也没什么可争议的。 但是汇达的GPU、网络晶片等制造封装也离不开台积电,甚至全球先进的AI晶片都绕不过台积电代工。 台积电做到这一切的底气在哪里? 解读这个可以有很多角度,日本EE Times提到了一个数据很有意思,那就是各大晶片厂拥有的EUV曝光机数量,因为5nm以下工艺都需要EUV,这种设备的多少代表着技术水平及产能高低。 结果台积电在这方面的优势也是垄断性的。 ASML公司自从2016年开始量产EUV曝光机,这十年来大约量产了309台EUV曝光机,台积电就占了157台,占比50.8%,一半EUV都被他们买走了。 三星工厂里有76台EUV曝光机,英特尔有35台,SK海力士有29台,美光有5台。 22年才成立的日本Rapidas公司有一台EUV曝光机。 拥有最多的EUV曝光机,只是台积电产能和技术领先的重要原因,但这不等于全部,同样是利用EUV曝光,不同厂商的生产效率、良率及晶片质量也是不一样的。 台积电这方面积累的经验也非常重要。 与此同时,台积电公布2025年11月营收报告,得益于先进制程需求旺盛及产能持续释放,台积电11月营收继续保持增长,但环比有所下滑。 二级市场上,台积电每股夜盘交易小幅上涨0.51%,今年以来股价累涨超55%,台积电11月销售额3436.1亿元新台币,同比增长24.5%,仍创历年同期新高,但不及上一个月的3674.73亿,环比下滑6.5%。 上月数据显示,台积电10月销售额3674.7亿元新台币,同比增长16.9%,环比增长11.0%,根据计算,10月和11月,该公司的销售额合计增长了20.45%。 台积电在官网上还提到,他们在1月至11月累计销售额首度突破3.47兆元新台币,同比增长32.8%,也是币年最佳,而去年同期为2.61兆元新台币。 台积电11月份的营收,同比增长24.5%,也就意味着,他们月度同比增长的势头,已经达到了23个月。 他们的月度营收上一次同比下滑,还是2023年的12月份,那一个月,他们1763亿新台币的营收,是同比下滑了8.4%。 如果台积电12月份的营收,同比继续增长,那他们的月度营收,就将有两年同比增长。 在全球晶片封装技术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,台积电的先进封装产能,正面临持续增长的需求压力。 台积电受回回答,Google、亚马逊、联发科等大客户AI与高速运算HPC订单涌入, 传出旗下CoOS全系列先进封装订单赛报,无论CoOZEL、CoOZES等制程全面满载。 业界透露,台积电先进封装大报单,公司努力扩展之际, 2026年也将扩大携手协力伙伴,以满足客户需求。 供应链透露,台积电积极扩充的CoOS制程为CoOZEL,CoOSES则用挪移设备方式去瓶颈扩充。 该领域重要应用客户,包含辉达、AMD、苹果、博通,以及多家云端服务与设计公司等。 过往该制程由台积电一条龙幅。 严调机构Counterpoint指出,先进封装需求持续高张,台积电积极扩充CoOZEL产能, 预计至2026年底可达每月10万片晶圆,主要受惠于挥达GPU与客制化ASIC订单涌入。 日月光投控受惠台积电订单外议,封测领导地位稳固。 台积电董事长先前曾在法说会上预告,当前CoOZ产能严重供不应求, 台积电自身努力扩产之余,也会携手封测伙伴, 希望2025年至2026年达到供需平衡阶段。 伯恩斯坦12月上旬,在一份报告中上调了台积电的目标股价, 指出人工智慧推动了先进封装需求的加速增长。 该公司目前预计台积电股价将达到每股新台币1800元, 高于此前预测的每股新台币1444元, 按美国ADR计算则为每股330美元, 同时重申其跑赢大盘评级。 分析师Mark Lee写道, 更多的CoOS,更多的XPU以及2026年23%的收入增长, 支撑了更高的目标。 伯恩斯坦预计,到2026年底, 台积电的CoOS产能将达到每月12万5000片晶圆, 如果包括OSAT整个行业的CoOS产能约为每年125万片。 该报告认为, 这一水平大致足以支持最近宣布的专案, 例如Blackwell与Rubin在2025年和2026年为达提供的0.5兆美元, 但不会更多。 回答之前预计, 截至1月的第四财季, 营收预计约为650亿美元, 比分析师预测高出约30亿美元, 但这仍未能完全关解市场对人工智慧晶片支出可持续性的担忧。 投资者和分析师越来越关注科技公司, 在AI竞赛中互换融资和服务的安排, 具体包括股权交易、晶片交易和云端运算和。 这些合作关系加剧了人们的担忧, 即日益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商业交易网络正在人为地支撑AI的繁荣。 不过,台积电执行长魏哲嘉此前称, 先进制程产能还是不够, 并透露依照大客户产品规划与成长预期, 现有产能还差约三倍。 魏哲嘉表示, AI加速期2024至2029年营收年复合成长率预期将优于此前预估的44%至46%, 具体数据将于明年初更新。 第四季营运将持续受贿强劲的先进制程需求。 AI市场近期发展情势非常正向, 客户展望维持强劲, 使公司对AI大趋势的信念欲趋坚定。 台积电、AI相关的前后段产能仍非常吃紧。 对此, 公司持续致力提升2026年产能, 全力确保供需差距能逐步缩小。 魏哲嘉强调, 公司相信市场对半导体仍有根本需求, 将炒营运逐年创高目标迈进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